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买房车到处去旅游嘛 他们最头疼的就是扔垃圾 房车里面生活的话 在日本呢 有很多洗澡的地方 在外面哦 有很多什么吃的地方 还有什么 那个厕所 外面的厕所也挺干净的 但就是没有垃圾桶 日本人在外面的话 一般有这个 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去的习惯 那为什么日本没有垃圾桶呢 其实很久以前的话 街上有更多的垃圾桶 但95年 有地下鉄砂林事件 这是有一个很恐怖的宗教团体 他们把毒品放在地铁上 很多人去世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 日本人就开始把外面的公共垃圾桶给撤掉 因为怕有人把这些危险物品放在里面 我小时候好像公园里看到过垃圾桶 但现在是没有的 不是啊 日本没有垃圾桶 更大原因就是可以省钱 放很多垃圾桶 当然需要招人回收 是不是啊 中国街上的话 不是有很多很多打扫人员吗 是吧 还有那个路上下水的那个车 听到这个声音还要跑 是不是啊 佛萨自己都被撕掉 那么霸气 在日本街上看到有人打扫 很多都是自愿的 那我想问大家 城市里和乡下 哪个街上比较干净 在日本我感觉 肯定是一般城市里比较脏 就是乡下比较干净 因为我前面也说了 日本街上很少有打扫人员嘛 但生活的人 城市里更多是吧 那乡下的话 就人少嘛 而且乡下的话 老年人比较多 就是乱扔垃圾的人 比较少 哎 人太少 我是有点耍不了呀 啊 啊 人那么少 我跟谁聊天啊 啊 啊 我跟自己说话啊 啊 啊 不太行 啊 但是啊 城市里的话 啊 小孩 小孩特别多啊 啊 小孩特别吵 我家附近 小孩不是很多吗 他们特别喜欢我啊 天天来找我啊 周里大叔啊 跟我一起玩呀 我说 哎 你 你 手上全是口水是吧 哎 你先别靠近我 先别靠近我 好不好 你就先洗手吧 先洗手再找我啊 在日本城市里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 脏的地方 我住在大阪 我比较清楚的 这是我前几天 路上拍到的 其实这个 大阪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开车 从车上 就扔垃圾 有一个日本的 电视节目 我比较喜欢看的 他们去全国的 就日本全国的池塘嘛 然后把池塘里面的水全吸出来 然后看看里面有什么鱼什么的 每次都是大阪 是比较糟糕的 就是他们挖出来 很多很多垃圾 比如说是摩托车啊 还有什么车牌啊等等 大阪是最多的 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阪人 比较就丢脸 不过乡下有更多的 海阳 就是已经没有人住的那种 比较恐怖的地方 还有还有什么那个 有很多很多杂草的 那种比较乱的地方 这种地方是 乡下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日本没有垃圾桶 是因为呢 日本街上有很多很多鸟 这些鸟 路上很多很多 我在中国 我在上海生活过十几年 好像没有看过 有吗 在中国的话 路上很多人买东西嘛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逛的 因为在日本很少很少看到 比如说是卖水果啊 卖蔬菜或者是那种 就各种东西 什么贴手机膜啊 什么的都有 是吧 在日本的话 路上好像就不能卖东西 因为我没有看过 但就是那种小车嘛 小车里面卖东西是挺多的 比如说是卖红薯 就是焼肉 然后我家附近的话 经常会有那个 卖豆腐的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氧气的东西 要么豆腐 要么红薯 还有什么 竹子啊 就是那个亮衣服的竹子 这是八十年代吗 这是八十年代吗 是不是啊 真的是 其他地方的话会有氧气的东西 什么卖披萨 提拉米斯啊 都有 我们这里怎么都是像八十年代一样 是不是啊 其他的话日本街上有很多很多油桶 是红色的 我也听见用的 他们主食收件 很方便 在中国的话 油桶是六色的是吧 但街上肯定没有日本那么多 然后在日本的话 几多航拍器肯定比中国多 街上有很多很多几多航拍器可以买喝的 他们呢就是多航拍器旁边有很小的垃圾桶 这个不是那个所有的东西可以扔的 只能扔 就是喝完了后的这个瓶子 然后其他的话 中国有 步行者过马路的时候 需要按钮 然后变绿灯 在日本的话挺多的 城市里的话 亮绿灯 还会自动放音乐 也不是音乐 就是那种 啾啾啾啾啾 这种 那个 鸟的声音哦 这样忙人也可以过马路 我买了巧克力 这个特别好吃 我过几天去我爸爸那里 乡下都要带这个 因为我上次被Mukade咬了 你这样跟我说话走路 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啊 好怎么样 跟中国的街上不一样吗 OK 那么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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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